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进党桃源市立委郑运鹏是立法院出名的阿宅,他在立法院的办公室摆满许多钢弹、公仔,选前郑运鹏也悄悄订购了号称史上最贵的万败收藏品鞋体降机,没想到像TPO到脸书上后被许多钢弹迷敲碗开箱。 郑运鹏也在今天以勇者装扮开箱,自嘲这是民主史上第一次用开箱钢弹来网络卸票。 郑运鹏今日在脸书PO出阿修鹏的解体降机开箱影片,他解释拍摄此开箱影片是因为,在大选前两周收到解体降机拍照留念,并说这是选后送给他自己的新年礼物,没想到却被网友大肆分享。 引来权贵之人阿修鹏的脸书史上最高记录的称,赞,就连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也前来朝圣。 郑运鹏还解释,有网友又帮他制作宣传影片。